星期二尖沙咀嘉年威老道名標世家的劫案 四個遲刀的劫匪48秒內掠走25隻約值4000萬的名標 消息說警方已先後拘捕了兩個男人 當中包括首先按門中懷疑是辦顧客進入標行的白衣男 正是調查他是不是劫匪的同黨和在案中扮演的角色 案發在星期二下午大約3時 白衣男的男人站在店門外按鐘大約6秒後職員開門 他當時並沒有遮住臉被閉路電視拍得一清二楚 東主李先生早前接受我們電話訪問時就說 白衣男當時進來問事 誰知開門後就有3到4個匪徒跟著衝進去 白衣男之後即時跑出去 所以懷疑白衣男都是匪徒的同黨 白衣男精神神明 白衣男在星期五 學生大約4個匪徒